而确实现在有很多科技迷也说要送走IE浏览器 它著名的logo是一个蓝色的字母加上圆圈圈围绕 这IE浏览器本来是大家电脑里的基本配配 而在问世第27个年头走入历史了 所以这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 更多人的目光聚焦在AI的人工智慧上 根据统计 美国每年平均有38位儿童都被忘记在车子里头中暑热死 所以现在出现一种车舱异式的技术 希望能够及时监测 并且向车主发出警告挽救悲剧 而在英国平均有7万名的儿童失踪 也借由声威技术 让传统静态的寻人启示动起来 来增加寻获走失儿童的纪律 你见过这个人吗 在人来人往的街道 这幅数位开板上表情生动的少女 忍不住让人多瞧一眼 她是克劳学太太在三年前失踪的19岁女儿 有别于传统的寻人启示 英国科学家透过声威技术 让原本禁止不动的照片活起来 并减少密密麻麻的文字 以增加找到人的几率 光是英国每年就有7万名儿童 同胞失踪 如今以行为科学为基础 在借助AI人工智慧技术 不只让动态照片解析度更高 一旁还附上大大的QR码 方便民众通报 在美国则发明一项新科技用来预防汉事发生 这群牛丰田汽车和微软 在德州合资的Toyota Connected工程师 花了两年半开发出一种叫做车舱意识的技术 能够侦测被车主遗忘在车上的小孩或宠物 不过他们并不是靠着称重或摄影镜头来推算 而是透过感测心跳或呼吸等细微的动作 至于车主要如何得知 不只响测云端的警报器 加上车灯狂闪 同时还会传讯息并且致电警告 如今还在测试阶段 业者已经迫不及待要普及到所有的车款 因为科技没有最新具有更新 来自世界各地超过8000名软体工程师 14号聚集在德国柏林 参加一年一度的开发者大会 一眼望去几乎人人都就地携起程式 范围横跨了APP到网页 程式语言和主题也大不相同 科技太旧唤新在所难免 这次轮到了微软在1995年 随着Windows95问世的IE浏览器 它曾是家家户户使用最广泛的浏览器之王 如今频频被嫌速度太慢 让微软正式宣布在6月15号终结支援 为27年历史划下据点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